好多主播艺人王瞳早上8点多开着轿车准备前往电视台工作 没有想到半路转弯的时候与机车发生碰撞 车祸撞击力道之大 车头的保险杆整片掉落 机车也倒在地上 满地都是车壳碎片 警销人员获报之后立刻赶来 车祸的地点就在新北市领口信义路上 电视台的停车场出入口 警方初步调查 当时王瞳开着白色轿车与对象机车发生撞击 骑士目前送往医院治疗中 而王瞳没有受伤 但车祸发生后受到惊吓 表示将会在完成工作之后 才会制作丙路并前往医院检查 后续也将交由警方处理 不过车祸怎么发生的还要进一步来厘清 以上就是朋友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